美联储会议到底说了什么 今年美联储会持续加息吗 所有人盼望的降息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来 今天我们就根据美联储最新的会议 谈谈美联储未来加息的预期和计划 并说说这些决策 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 会带来哪些影响 9月份的美联储召开了一次会议 讨论是否加息 以及美国未来的加息计划 而最新的结果就是 美联储并未加息 依然把美国联邦基金的利率 维持在5.25%至5.5%的区间 按照美联储的一贯作风 只要加息了 那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就会发布鸽派宣言 安抚一下鸽派的情绪 告诉大家之后不会加息了 而这次美联储选择没有加息 果不其然 鲍威尔选择了非常鹰派的言论 美联储表示 自己将会继续评估 通胀对美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从而更好地执行货币政策 此外 还会通过考虑货币政策的堆积效应 对经济影响 以及通胀滞后性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来采取更符合市场的加息计划 这个表态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根据会议点阵图显示 今年美联储有60%以上的概率会加息一次 明年和后面的利率中值也都会上调50个基点 这意味着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更加高了 特别是未来美联储降息的概率 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甚至直接表示 美联储从未打算就降息时间发出信号 但是 到未来某个时间点肯定会降息 而随着利率接近所需的水平 美联储可以谨慎行事 维持利率不变是为了等待更多数据 以做出更好的决策 总的来说 美联储依然会根据每个月的经济数据 来决定后续到底加不加息 但是目前市场预期有40%至60%的概率 今年会加息一次 幅度为25个基点 而再次加息也会导致美元走强 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增 人民币汇率受到压力 以及股市下跌 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等一系列的影响 而我们盼望已久的降息 确实不知道到底哪一天才会宣布 但是 美国目前确实已经顽疾缠身 很多灰犀牛事件都会导致美国经济的持续衰退 从而迫使美联储不得不提前结束加息周期 缩回收割世界的镰刀 根据美国权威经济学团队彭博社的观点 未来一段时间 美国经济将会遭受一系列不利冲击 而这些不利因素会在破坏美国经济的同时摧毁加息计划 第一 是美国联合汽车工会的罢工事件 由于通胀危机加剧 很多美国工人出现了工资购买力下滑 生活困难等情况 所以有15万美国汽车工人联合起来宣布罢工 罢工的人数占据美国汽车制造业的56% 而如果罢工持续 就意味着美国经济会受到较大冲击 本来就濒临困境的美国汽车制造业也会雪上加霜 从而影响美国三季度经济 也有数据统计 罢工10天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亿美元 间接的影响则难以计算 而此次的罢工只是美国罢工事件的一个缩影 包括之前美国码头工人 卡车司机罢工事件 都会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从而促使美联储停止加息 第二 美国国债价格腰斩 美国国债收益率创下新高 美国目前最为严重的灰犀牛 就是美国国债问题 目前 美国各年线的国债收益率纷纷创下历史新高 比如两年期和五年期国债收益率都已经接近5% 而债券本身的收益率其实和票面价格是成反比的 所以收益率越高则价格是越低的 目前2020年左右发行的30年美国国债价格已经出现了腰斩 市场价格只有票面价格的49%左右 这意味着美国国债对市场的吸引力逐步下滑 而这也是中国不断抛售美国国债的考虑因素之一 我们也害怕万一美国国债突然违约了 会对中国经济和外汇储备带来非常大的冲击 第三 美国债务总额不断攀升 政府或将关门 经济备受冲击 美国目前的债务总额已经高达33万亿美元 而且还在持续不断的增加中 根据推算 未来债务总额突破50亿美元大关 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而与此同时 随着美国国债总量的增加 美国财政部所需要支付的利息也就越多 根据推算 如果按照目前美联储5.25%左右的利率水平 美国政府发行国债所承担的利息支出 将超过1万亿美元 超过美国军费总额 在这样的情况下 拜登政府却提交了一份增加1万亿美元赤字的财政预算案 这种胡乱花钱的财政预算案 目前被卡在了美国国会 而只要美国国会卡住这份预算 那么美国政府就会在9月30日被迫关门 高达400万美国公务员 现役军人停止发放心水 美国政府机构也将被迫关门 而这一系列迷之操作 也和美联储加息还是降息的选择有关 如果美联储选择持续加息 那么就有利于继续打赢通胀保卫战 解除美国依然顽固的通胀问题 但是如果美联储扛不住经济衰退带来的压力 则也可以提前进行降息 来挽救美国日益增长的利息支出 和不断扩大的美国财政赤字 美国加息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明显是利空的 因为美元依然在不断地回流美国 发达国家跟随美国加息也会损害国内经济 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则更加深远 对我们中国来说 由于中美两国国情不同 美国选择不断加息的同时 中国则选择通过不断降息降准来刺激经济 所以目前的中美两国利率差是呈现深度倒挂的 比如美国国债收益率是4.5%左右 中国的则是2.3%附近 中美之间有一定的利率差倒挂 这就意味着国内资金会有出逃的可能 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救警惕 总的来说 美国国内5%以上的无风险利率 在叠加国内不断下跌的存款利率 和并不好看的A股市场 国际资金会选择持续地卖出和出逃 甚至做空中国市场来获利 这需要我们提高警惕 并且出台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好在美联储加息已经到了尾声 高昂的利息支出 会迫使美联储选择降息 来减轻美国的利息支出 否则不等美国解决通胀问题 美国政府自己都要被利息给拖垮了 而随着降息 美联储在未来宣布降息 中美之间的利率差也会缩小 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迎来更加快速的时刻 我们的日子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邪恶用心暴露 美国想打压中国制造2025 最近 美国新泽西州民主党议员提出了一份法案 领先全球创新决议 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 对抗我国在新兴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 法案的核心还是美国一贯宣传的竞争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 美国的新泽西州产业中 制造业是支柱之一 从中不难看出 从2018年开始 各种针对和打压 就是想做美国制造 而这帮政客认为 最大的阻力就是中国 数据显示 2022年我国的制造业产值4.98万亿美元 在全球份额中比例近30% 而美国是2.81万亿 全球占比不到17% 当然 仅仅数据并不能说明什么 问题的关键是 我们不再只玩低价值的东西 高科技的做的风生水起 也就会引起华盛顿的关注 今天剖析一下 你会发现美国做不了不少坏事 首先 自然是限制高科技出口 尤其是半导体上 即便如此 华为还是逆势爆发 引起全球轰动 为此美国说要研究一下 华为怎么起来的 其次 我们现在在搞产业升级 因此 部分低附加值产业链要离开中国 而美国从中作梗 要求许多跨国企业尽可能远离 不仅仅是做服装 做袜子的 什么电脑 手机 半导体 等等都是一个态度 再有 制造业要发展 靠什么 销售 产品只有卖出去 才能获得市场 获得财富劲研发 为此我们在产业升级的时候 这两年提的少了 但也有在做的 供给侧改革之一 过剩的产能 在海外消化 即把制造带出去 更多的是将产品销售出去 为此我们有了一带一路 这个是我们卖货的重头戏 2022年 我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创立史新高 货物贸易额达13.8万亿元 同比增长19.4% 高于整体增速11.7个百分点 什么概念 只要是卖出去 三分之一都到了沿线国家 于是 美国一方面诋毁 说我们玩债务陷阱 另一方面推自己的基建大计划 已经出来一年了 半天没动静 最终弄不弄不知道 但不让我们好过 最后就是美国的最大伎量 美元加息 不否认老美有自己的需要 降通胀稳住选票 但主要美联储加多少次 加多大 那都是自己说了算 而美联储加息最大的影响 就是全球资本回流美国 说白了 美国就是把钱都吸到自己身上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要卖货 那世界各国手里得有钱 现在都跑到美国了 自然就极大的影响了我们的外贸 尤其是出口 出口受压 国内的制造业就会面临利润问题 然后就是企业没钱赚 那你怎么会有钱赚 这个是连带的 如今算下来 美国针对我们的法案 被提出的越来越多 显然是说 针对中国已经放到明面上了 丝毫都不带掩饰的